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來看一個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詳的片語 Fat Cat Fat Cat 就是直接翻譯為肥貓,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今天的每日一句 彼得,聽說你以前在外商工作,那邊薪水很高,那你為什麼會離開那裡到我們這個本地廣告公司上班? 尼克,有很多原因,其中一個是那個外商公司的最高主管薪水是我的200倍,我覺得那很不公平 你是說肥貓嗎?是的,就是大家在說的Fat Cat 尼克和彼得所講的Fat Cat或是肥貓,是源自20世紀初的美國 當時主要的意思是指很有錢的人,原因是因為有錢的人吃得起大餐,而且他的口袋也滿滿的 所以用Fat這個字來形容,之後又因為Cat這個字有押韻,所以就很順口的形成Fat Cat 這句片語,此外,最近以來,肥貓也形成代表很富有,很貪婪的人 彼得口中,他薪水200倍的外商主管,就是一個活生生的Fat Cat 例子,下面這個電影片段,也有使用到這個片語 A very real chance they will be unemployed within the next 5 to 7 years But what does that matter to a bloated millionaire fat cat like you? 好啦,我們的時間到了,我們再複習一遍 Fat Cat 我們下次見囉 我